分析學位共同召開這個台大風險論壇 以到從十八細胞事件來進行討論 那我想我們今天非常的沉痛 這個台灣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基本上可以是類比是另外一次 這個921的大地震 那我們台灣從1980年代 十萬產業是非常重要的產值 它曾經佔了三分之一的出口 三分之一的產值 甚至有非常多的幾十萬的勞動人口 那這樣的貢獻我想我們不懂口別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 台灣因為今天的地下人稠 我們從國土規劃跟從整個產業永續發展 跟今天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管建埋設施國料理 離居民多遠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從整個來檢討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看到 當然石化產業在台灣 它有發展的特殊的歷史 很簡單講就是 石化產業一開始1970年代是國營的 由中油所掌控 那在1980年代初的時候 當時的行政院長宇宣宣宣宣 跟經濟部長趙耀東 他們是主張石化產業應該走向高石化 不主張石化產業走向民營化 另外一派就是余波瓦先生 當時應該是金建會的陳桂宏 主張石化產業民營化 後來如果大家要記得的話 宣宣中工以後與國法結任以後 石化產業在台灣就1980年代就開始接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塑六金 或是其他石化產就進去 那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我同樣要講的是 今天我們對石化產業 如果它是一個台灣未來 還是很重要的一個發展的製造業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從一個國家承起的字體來看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中央 不論哪一黨 我必須要這樣講 發展這麼久的石化產業 連管線的安全跟資訊 到今天都還搞不清楚 我想這是一個國家的收入 那我們必須要重新來檢討 好好檢討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我要提供的資訊是 我們從十幾年來看到 石化產業對台灣的這個重要的貢獻 不過我們經濟都在發展 大家要再看 近十多年來 至少是十餘年來 石化產業對台灣GDP的貢獻 請各位注意我要講的是GDP的貢獻 都不超過1.6%、1.7% 有非常多的媒體朋友 或是有非常多的同仁 常常講說石化產業對台灣的GDP貢獻 大到10% 這是非常嚴重錯誤的資訊 這是非常嚴重錯誤的資訊 那我們要講是說當石化產業 它對台灣曾經有過貢獻 那它到近十年來 它對台灣GDP的產值還只有1.6%、1.7% 但是它耗用了全台灣1.4%的能源 大概26%、27%的能源 它產生了高度的污染 它產生了高度的耗水 它把外付成本轉嫁給社會 今天發生這麼大的公安事件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來思考 台灣的石化產業要何去何從 我想今天我們現場很高興 請到了非常多的專家 那我簡單來介紹一下 我們首先歡迎台灣風險分析學會的理事長 也是台灣海大公共衛生學院的副院長 詹詹緹詹教授 我們就不用鼓掌了 那第二位就是中國醫藥大學 也是工錢管理的專家 許惠崇教授 那第三位是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我想在地在後面 在後面後進洪文林教授 那第四位是成功大學社會科學人文中心的 翁玉峰教授 那第五位是高雄中山大學 現在都要講高雄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的蔡宏正教授 那我們今天也現場一個來賓 就是我們台大醫學院的謝崩舟教授 我想他待會可能也會 那我想由於記者朋友的這個要求 我們的視訊很簡單 我們就請詹老師跟徐老師 各講十分鐘 我們就開放給媒體討論 然後再來我們就來繼續舉辦後續的論壇 好 謝謝